道教电视频道道通天地 又逢迎仙馆主办 《生活甜思思》 有Charles和Ruby在这里 生活中的甜味不一定是来自蛋糕 又或者朱古力 可以来自我们眼前的 这杯这么漂亮的 是 咖啡蛋酒慕士杯 我现在看到了 有很多层 最低的层是什么 有咖啡慕士 香檳果冻 还有蛋酒慕士 还有薄菜在面上 即是又有口感 又有味觉的享受 那我们首先第一步做了哪一层 是 第一步做了香檳果冻 好 马上开始 第二次 香檳果冻 Charles 快点趁我没喝完香檳 就立刻教我 不快喝完 还有新的 是 那我们用这个香檳 是有什么特别的选择 通常我们做蛋糕 都不用用太漂亮的香檳 普通买到就可以了 对了 好 接着我们用些糖 现在一份 用些饮溶水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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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用水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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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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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做甜品 对了 其实大部分的 就是 生果味的甜酒 我们都可以用来做蛋糕 好的 好 好 我们这个是否差不多了 好 但我们呢 融透了这个仪加遮蔽了 那就加了些香檳酒 好 接着倒在一个薄一点的盘 让它快点冰冰 然后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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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粒 对了 一会儿我们会铺在一个 乌士杯 的其中一层 对了 对了 它会透明 很漂亮 对了 好像钻石那样的感觉 对了 这个香檳果冰就是其中一层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 譬如这个是咖啡乌士 有蛋糕乌士 是 接下来就会做这个 咖啡乌士 马上看看怎么做 对了 Charles 是 这次我们做这个乌士杯 你好像把所有能喝的东西都放进去 因为我们做了一杯 甜品杯 对了 除了我们之前也有香檳 是 那现在还有咖啡 是 我们会做咖啡乌士 没错 首先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先用一个鱼胶啫喱 用来凝固的乌士 有鲜奶 鲜奶 加一些咖啡糖 即用咖啡粉 其实就像一杯咖啡 对了 对了 不过我们就要把它凝固 加一些鱼胶啫喱 好 那我就在那边帮你作用 对了 先加热水作用 嗯 那我就可以先打一个沙巴翁 那我们用一只蛋黄 还有加一些糖 和鲜奶 这个我又要隔着热水地打它 嗯 那我们呢 乌士加一些沙巴翁 它就会更香滑 Charles 是 我这边搞定 没错 你这边也搞定 对了,可以同步进行了 好,接着就要 对了 接着我们有少许这个 打热的淡忌廉 那么呢 沙巴翁就放一半了 我们因为还有一个乌士要做的 放一半 那这个 那这个 鱼加啫喱 还有呢 加一些百里甜酒 接着就搅到它滑 没错 加了那个酒之后 香味又浓了 对了 它跟那个咖啡味也很配搭 嗯 好,都要滑身 我们又可以完成了 这个 嗯 咖啡乌士就准备了 还有一半的沙巴翁 我刚才说过 那我们就会做这个 蛋酒慕斯 没错 好,至于做法如何 以及需要什么材料 看看吧 烤蒸很强劲的味道 其实这个酒是否在大型超市 还是在哪些地方找得到 通常是在大型超市 或是在卖酒的办馆也有 不过其实真的喝得太多 当然不要了, 伤身了 但其实可以用来做甜品 像我们这次那样 做出来就要一家人分享 对吗? 步骤 我们现在首先要做什么步骤 首先我们用一个仪加啫喱 鲜奶 少许砂糖 仪加粉 好, 又要加水 再用它 再用它 这次我们的盐慕士杯 用了很多酒 有香檳, 又有蛋酒 就算是咖啡也加了百里甜酒 我们也会加多个百里甜酒 现在四种了 小朋友吃的怎么办 通常我们会混合忌廉等材料 酒精的含量其实减少了 低很多 那味道就不太重了 没错 而且我们做不同的甜品 那怎样去选择 应该用什么酒 什么配搭你最好呢? 其实大部分的酒 都可以配在一起 我们要看它 譬如像咖啡 我们混合百里甜酒 让它的味道中和 比较配 但是做甜品可以再讲究一点 但我们不要把材料混合 会反弄的那些就不错了 是吗? 那这些都是学问的吗? 不然也没问题的 好的 好, 这个我们现在也差不多了 可以了 那我这里有点打起淡忌廉 还有刚才剩下半份的沙巴櫲 把鱼盆放进去 还有这个用了的鱼胶啫喱 接着这个蛋酒 还有呢 再加一点白亚地酒 增加它的香味 嗯 哇, 厉害了 这次我们有很多种酒 嗯 白亚地 带来甜酒 香槟 还有这个蛋酒 没错 究竟如何将它们 放进这个慕士杯里面 立刻看看 Charles 是 我们这次的慕士杯 第一层会放什么呢? 我们第一层会放一个咖啡慕士 嗯 好, 那我们呢 每一杯这样加一点 我们要让一些耐性 每一层这样冲一下 嗯 好, 我们先冲到凝固 然后我们加上这些 香槟果冻在中间 好 好 做巧克力片 现在我用了的黑巧克力浆出来 好 好 这些 我们可以用来 放在那个 慕士杯面头 哦 对了 做一个 装饰用 好 然後放一層朱古力在膠片上 這個就是用來隔開的香腸 沒錯 我們抹開它 又不用太厚的,薄薄的朱古力片 但我們不可以冷凍它 我們要在濕溫裡,讓它乾了之後 然後吸一片片的圓形 因為冷凍了朱古力 一吸久,它就會很容易裂開 所以我們不可以冷凍它 先吸一片片 但我們吸完一片片之後 反而要拿去冷凍它 否則它太軟了 我們又擠不到那個麥士杯裡面 其實做這個甜品真的不複雜 但在我們把材料放在一起時 就需要多一點耐性 比較長時間一點,對嗎? 沒錯 我們做了朱古力片 放在中間,加開它 然後再加一些蛋漿麥士的表面 是 如果我們不做朱古力片也可以 不過每一層都加好之後 就要先切一下它 嗯,步驟又要多一點 沒錯 然後我們加一些薄朱片在上面 好,接著我們加一些裝飾上去 對,老伯 現在的甜品杯呢 即是那個變化呢 嗯 比蛋糕更漂亮 可以做到 是嗎? 對呀 而且我想說,一定要很有美感 即是你這樣唱造了 即是我未必可以想到 這樣去裝飾它 其實裝飾蛋糕也可以 是一個課程 絕對要學 對呀 我們做了朱古力片 你看看 嗯 那就大功告成了 對呀 其實現在大家未必要去 那些 wine tasting的 course 只要跟著我們Charles 生活甜獅子 一次過可以試到四種酒味 最重要是可以令吃的人 更加感覺到那種甜味 所以大家記住試一下 晚安